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馒头刮电影 馒头刮电影,只刮好电影 今天给大家刮一部好莱坞科幻大片 黄金特工之黄金圈 一部叙述牛叉特工拯救世界的故事 下面请听馒头我给你娓娓道来 书接上文,话说在第一部中 那个被大背头击败并折断胳膊的大脑表 竟然投靠了邪幼组织黄金圈 并拥有了强大的机械右臂 对大背哥怀恨在心的大脑表 在这次行动中,袭击了大背头 尽管过程惊险刺激,但是然变乱 人家大背头可是有主角光环的好不好 大背头再一次击败了大脑表 放了几个车载导弹之后顺利逃脱 但是在逃脱过程中 大脑表将自己的机械右手遗落下了 很快所有现役特工的地址泄露了 几发导弹就将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特工组织 全部摧毁 那么强大的特工基地就没有一点防御措施吗 结果很显然,并没有 背后操作的就是大表姐 大脑表现在就是为她效力 要不说这个女人能干呢 她现在可是操控着全球毒品交易 凭啥呢,就凭她有两条机械狗 大表姐却一直隐居 密谋计划着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来获得她渴望的名气 曾经的王牌特工都死光了 只剩光通男和大背头了 反正都没人了 特工也没啥干头了 咱哥俩喝完这杯酒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突然大背头发现酒瓶子上 竟然印有再来一瓶的字养 两人就急忙到人家酒庄去对讲 结果老板牛仔男不但不给他们对讲 反而毒打他们一顿 不是对手的两人 很快就被制服了 大背头醒来的时候 却看到自己的师父竟然也被关在这里 原来这是牛仔男开的一个玩笑 牛仔男也是一个特工 不过他们总部是卖酒的 短发女告诉大背头 当时师父男遇害 是他们用特制的保鲜膜救了他 虽然脱离危险 但是现在他却失忆了 已经不是以前的厉害特工了 接着牛仔男将大背头带到了自己的老板那里 大背头巴巴巴 说了他们悲惩的遭遇后 老板男决定帮助他们报仇 必要牛仔男和他一起去完成任务 但是牛仔男貌似生病了 可能去不了了 所以只能让远方的胡子叔 陪大背头一起去 为了找到大老表 胡子叔和大背头找到了大老表的对象 然后在大老表对线时上 安装了跟踪器 这边的牛仔男貌似情况不太对啊 原来这是大表姐的毒品杀人计划 他在所有制造的毒品中放了一种药剂 只要有人吸食了毒品 很快就是脸发绿 然后四肢僵硬 最后蹊跷流血而死 老惨了 数以万计估计都布置的人 开始出现问题 大表姐要求总统修改毒品正常教育的法律 不然不给解药 但是总统却选择不管那些吸毒的人 因为他们都该死 这哥们也忒狠了吧 然后就该我们的特工上场了 可是牛仔男倒下了 关头男也不能打 看来只有唤醒师父男的记忆才行了 他们试了很多方法都不好使 这可咋办啊 最后还是大背头用自己的主角光环 唤醒了师父 这下人手就够了 刚刚回复记忆的师父男决定大展身手 可是竟然连几个小混混都打不过 幸好胡子书及时出手相救 不然我估计得被打死 为了救牛仔男 他们跟踪大老表的对象来到了雪山上 顺利拿到了解药之后 却被胡子书一下打碎了 师父男一气之下 一枪打死了胡子书 并告诉大背头胡子书不是好人 不过大背头还是用保鲜膜将胡子书裹了起来 等他们再想回去拿解药的时候 大老表竟然将屋子炸毁了 回来的大背头和关头男一合计 师父男枪杀大老表 这地方是不能呆了 赶紧溜着大吉 醒来的胡子书哪里忍得了这口气 一定要报仇才行 三人根据坐标最终找到了大表姐的住所 谁知道刚刚到那里 关头男就为了救大背头被地雷炸死了 愤怒的大背头和师父男是比较大干一场了 棒球手榴弹 防弹雨伞 机枪手提包 在这些高科技的武器支持下 两个人打一群人没什么问题 最终大背头再一次拧下大老表的胳膊 这次他没有心软 杀死了这个背叛特工学校的叛徒 另一边的师父男也成功摧毁了两条机器狗 就在拿到解药准备完成拯救世界任务的时候 胡子书竟然杀了过来 原来胡子书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竟然不愿意将解药拿出去拯救世界 不过区区一个胡子书哪里能对抗得了拯救世界的步伐 一发恶战之后 两人成功杀了胡子书 他们输入密码 解药由小飞机 分发到世界各地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我有话要说 毒品是一个万恶的东西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去尝试 切记切记 好了本期的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 喜欢馒头的话记得加个关注哦 更多精彩视频等着你 拜拜